乾眼症的狀態是在我上舞蹈課的時候 我的學生提醒我 老師你的錄影上面都看到你的眼睛一直在眨 後來這個眼睛眨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因為我之前其實一點點我都沒有刻意去發現它 看了一下眼科 因為它測試結果真的是乾眼症 因為我常眨的次數是非常多的 乾眼症的成因到底是什麼 很多患者是因為 眼睛局部的血液循環不好 眼睛慢慢開始乾澀 乾眼症就這樣形成 其實我們的類型有點像是一個工廠 它產生出來的產品就是眼淚 那原物料的部分就是指血液循環 所以當這個原物料開始缺乏血液循環不好 工廠就無法產生出眼淚 當這個眼睛開始慢慢乾澀的狀況產生 乾眼症就這樣給形成了 那我就戴了大哥來穿保健衣 那我們的保健衣呢 再穿大概兩個禮拜左右 所以我就開始覺得 點那個人工類液的時間 次數也比較少了 然後在這一個月的時間 我發現更明顯的是 在騎摩托車的時候 也覺得也沒有這樣一直渣 就次數少掉 大概將近五成以上 所以我覺得物理治療的方式 真的還蠻適合我們這個 有乾眼症啊 然後也不需要用吃藥物的方式 或點點藥水